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6月12日 星期三 欢迎收看今天的美加快讯 纽约时报周一报道称 据四名知情官员透露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一项新措施 以保护美国公民的无证移民配偶免遭驱逐出境 并允许他们在美国合法工作 匿名讨论此事的官员们表示 目前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新措施的具体内容也尚不明确 这项正在考虑的计划被称为就地庇护PIP 过去曾适用于向军人家属等群体 该计划为美国境内的无证移民提供一项保护 让他们在一定时期内避免被驱逐出境 并允许他们获得工作许可 至关重要的是 它还是一些无证移民更容易获得绿卡和美国公民的身份 一般来说 如何美国公民结婚的移民可以获得合法身份 但如果这样的移民最初是通过非法方式入境的 情况则会不同 然而 庇护制度可以帮助一些移民获得合法移民身份 并有资格开始申请公民的流程 目前还不清楚该计划将影响多少人 纽约时报分析称 尽管拜登上周宣布了一项限制边境的政策 但他似乎正考虑在移民问题上采取更为进步的举措 上周 作为加强边境执法努力的一部分 拜登采取了行政行动 当美墨边境的非法越境人数每天超过2500人时 就暂停移民庇护申请 这项政策引起了部分民主党人的批评 华盛顿州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普拉米拉贾亚帕尔上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虽然与川普的行动有所不同 但事实是 这采用了同样失败的单一执法方式 惩罚了寻求庇护者 并进一步助长了这些行动将修复边境的错误说法 但如今 这项保护美国公民无证移民配偶的举措 可能有助于拜登应对上周那项行政令引起的一些激烈抵制 并巩固移民倡导者 新语义选民和进步派支持者的支持 FW、US等移民权益组织表示 美国境内有超过100万的无证移民是美国公民的配偶 另据最近的调查显示 包括民主党人和新语义在内的许多美国人都赞成加强移民执法并寻求合法的入籍途径 一些政治战略人士认为 拜登在移民问题上的转变是为了获得中西部摇摆州选民的支持 这包括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 但如果有人认为拜登在效仿川普政府的做法 或者优先考虑执法 而非改善无证移民获得公民身份的合法途径 这可能会降低年轻新语义和进步人士的投票率 而这些人正是民主党在西南部取得巨大胜利的推动力 加州、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的许多墨西哥裔美国人 新语义活动家和民选官员都是通过移民权力运动进入政界的 据英文媒体Daily Hive报道 现在符合条件的加拿大人可以申请日本新推出的数字游民签证 也就是可进行远程工作的人们能够申请的签证 即印度尼西亚、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后 日本成为最新推出这种签证形式的国家 允许外国人跟配偶和孩子一起远程生活和工作半年 今年早些时候 日本移民服务局ESA宣布该计划预计将于3月底开始 最终于4月正式推出 数字游民签证将允许持有人在日本远程工作长达6个月 日本国家旅游局JNTO在一份新闻稿中写道 新的签证为相关行业的人士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日本的绝佳机会 目前49个符合条件的国家包括加拿大和地区的公民可以提交申请 他们的配偶和子女也有资格留在日本 后者也必须提交申请 与此同时还需要满足其他一些要求 首先 年收入必须达到1000万日元 根据最新的货币汇率 差不多是略低于8万美元加元 据英文媒体CTV News报道 英国凯特王菲因缺席周六举行的皇家军队阅兵仪式前 最后一次彩排而道歉 该仪式是为了庆祝国王的生日 作为爱尔兰卫队的荣誉上校 正在从癌症中康复的凯特向该团致以一切顺利地祝愿 能够成为你们的上校是一种莫大的荣誉 我很抱歉不能参加今年阅兵仪式的检阅 他在一封由爱尔兰卫队在社交媒体X上分享的信中写道 这次检阅是每年6月举行的年度阅兵式的彩排 国王查理三世将于6月15日主持该仪式 目前尚不清楚凯特是否会参加下周末的仪式 他目前正在接受癌症化疗 他没有透露有关自己病情的细节 只是称自己的病情实在接受大型腹部手术后发现的 国王也在接受癌症治疗 但已经逐渐恢复公职 查尔斯可能会和卡米拉王后一起乘坐马车前往活动现场 预计将坐在讲台上观看仪式 爱尔兰卫队在X上表示他们被凯特的来信感动并祝愿他早日康复 与此同时也有英文媒体报道称凯特王菲可能永远不会担任此前的角色 据英文媒体Murie Claire UK报道 由于凯特王菲仍在接受一种尚未公开的癌症治疗 他重返公众岗位的日期仍不明确 有人说是今年秋天 也有人猜测可能要等到2025年 一位消息人士在接受美国周刊采访时表示 癌症会以无数种方式改变一个人的生活 一旦经历了这样的健康危机 无论好坏都很难完全回到以前的状态了 这位消息人士还表示 凯特王菲的团队正在重新评估他付出后能承担什么样的工作 并指出他可能再也不会以人们以前看到的那种角色出现在大众面前了 至于凯特王菲的康复情况 进展还算顺利 他不能见很多人 因为他很容易生病 他们不想让他受到影响 至于什么时候才能回归工作 将会基于医生的建议 并经过非常谨慎的权衡 因为凯特跟癌症的斗争显然非常耗费精力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主要竞争对手 本尼甘茨周日宣布辞职 他表示 自己将退出战时内阁 并称内塔尼亚胡阻碍了以色列取得真正的胜利 甘茨辞职之际 内塔尼亚胡正面临来自以色列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压力 周六 以色列国防军为拯救四名人质对加沙发动突袭 据加沙卫生部门的数据 突袭行动导致大量巴勒斯坦平民伤亡 死者超过270人 也使得自去年10月战争开始以来的加沙死亡总人数超过3.7万 甘茨是以内阁成员中的中左派 而内塔尼亚胡目前的政府由右翼和极右翼组成 去年10月新一轮哈以冲突爆发后 甘茨进入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战士内阁 他周日宣布辞职时称 内塔尼亚胡阻碍了以色列取得真正的胜利 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政府 5月18日 甘茨曾发表电视讲话 要求内塔尼亚胡政府在6月8日前 完成加沙战后治理方案的制定 否则他将带领国家团结党退出紧急联合政府 内塔尼亚胡没有在甘茨的最后期限前有所实质性表示 但他周六曾呼吁甘茨留在联合政府中 并在X上的文章中说 现在是团结的时候 而不是分裂的时候 近日 除周六为救人质而进行的突袭 导致巴勒斯坦大规模伤亡外 还爆出另一起以色列滥杀无辜的事件 数十名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平民 在拉法一个避难所被杀 各界对加沙战争中平民死亡人数与日俱增的谴责 也不断升级 来自全美各地的数千人聚集在华盛顿特区白宫门外 抗议以色列在加沙的最新行动 以及拜登政府对哈以战争的政策 抗议者当天戴着头巾 穿着象征以色列所越过的红线的红色衣服 高举红色横幅 敦促总统拜登改变对加沙战争的态度 NBC新闻称抗议者高呼 拜登 拜登 你不能躲起来 我们就是你的红线 巴勒斯坦青年运动的抗议者伊萨表示 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表明 他们已一再越过了红线 是在进行种族灭 还认为现在到了武器禁运的时候 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 此外 不少抗议者还带着帐篷在白宫正南面的椭圆形草坪上扎营 据一个学生社区组织在社交媒体X上发布的帖子称 不少抗议者从纽约、费城和波士顿等城市 乘坐巴士前往白宫抗议 达杜布加的兄妹三人 分别从加拿大、田纳西州和北卡罗来纳州赶来 参加此次抗议 这三名巴勒斯坦裔的兄妹表示 今年11月不打算再支持拜登 他们很后悔2020年投了他的票 表示再也不会投票给他了 此外 包括绿党总统参选人斯坦和社会党参选人 德拉克鲁兹在内的政界人士 当天也在白宫对面的公园发表演讲 抨击拜登政府的中东政策